意大利总统授权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筹早新政府 德拉吉感谢获授权祖国 说国家在新型肺炎和经济衰退的打击之下 面临艰难的时刻 他会从欧盟获得额外资源,重振国家 期望各方团结一致 73岁的德拉吉在11至19年当欧洲央行行长 任内处理欧债危机,维持欧元稳定 被外界称为超级玛利奥